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3月13日 星期日 戰爭進入了18日 第18日 其實早兩天 俄羅斯的國防部宣布 俄軍 將有多達16000個來自中東 主要是敘里亞的志願者加入 力古辛力軍 預計會派到烏冬戰場上面 路透社報導 俄羅斯的國防部長邵伊古 被烏克蘭的 反貪部門的 主管寫信 讚揚他 說他 那麼腐敗 令到烏克蘭 不那麼辛苦 高度讚揚他的腐敗 他在國會的 國安會議上向 普京報告 說已經 來自 一萬六千個敘里亞的恐怖分子 會投入烏冬地區的頓巴斯戰場 普京說 如果你看到這一班人 他們不是為錢 而是出於自身意願 來幫助那些在頓巴斯生活的人 我們就要滿足他們的需求 並協助他們進入衝突區域 邵伊古也建議 俄軍 應該將 奪取烏克蘭軍隊的飆槍和刺針飛彈的任務 交給 這些 頓巴斯的親俄分離主義分子用 普京也說 要這樣做 當然 當然 你搶不搶到就不知道 不過我想不用搶 別人射給你就可以了 你放心吧 你接吧 為了抵抗俄軍入侵 烏克蘭也積極號召全世界的志願軍加入 創立了國際軍團 烏克蘭的總統澤倫斯基表示 已經超過1萬6個志願軍參賽 已經參戰了 而烏克蘭軍方 昨天指出 志願軍人數已經到了22,000 其實俄國跟中共一樣 中共 很流行就是你有我有 跟你對抗 問題就是一萬個中東這些恐怖分子 究竟能打不打仗呢 而且他們打的仗全部都是這些 街頭的戰爭 可能打巷戰 可能比較好 一麽就偷襲美軍 但是當你去到用大炮 用戰機的時候 根本這些就不是打仗的人 這班 全部都是 恐怖分子 要打 飛機大炮 我覺得對於他們來說是很吃力的 當然有沒有1萬6千人那麼多呢 當然是沒有了 當然是騙人的 也不是戰軍 是給錢 在敘利亞請回來的 好了 但是 俄羅斯最update的消息就是 他們設了一個網站 也歡迎中國的志願軍加入 這個 我覺得是機會來了 所有 中國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朋友 所有 在網上的小粉紅 所有的支持的好戰人士 現在有機會讓你們保後 這個 祖國蘇聯 31年 當時的黃明 提出武裝保衛祖國蘇聯 還在石上刻了這個字 我們覺得 現在絕對大家可以 重新 做一次 終於給你們機會效忠你們的祖國 你們的祖國 我們詳細和大家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 share 碰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 現在的主力 回歸回我們的星期二得道主頻道 現在我們的訂閱人數快要40萬 還差一點 只差一千多人就40萬 我猜做多一個星期就會上40萬以上 現在 我們 主頻道是選不中有廣告的 不是經常有 不過沒有 後備頻道好像已經死亡 因為出身都是黃標 基本上是零廣告 每天只剩下百多元的廣告 死吧 黑米 連做一張圖也不夠錢 所以我們現在 要用這個主頻道了 但是也希望大家 可以加入我們的Patreon 以後我們 每天 起碼都選一至兩節放在Patreon 給大家優先 欣賞 第二天才會放出來公開的播放 所以 回歸 廣大的支持者 當然這個會員頻道也是一樣 如果你加入了我們的會員頻道 其實也是純粹支持我們 我們也會 將Patreon的內容放在會員頻道給大家 大家可以留意的 現在 我們每逢隔天 就有這個直播 所以今天 星期日的香港時間 日文九點 大家記得留意 記得捧場啦 我們會多多跟 各位網友 互動的 互動的 多聊天 好了 我們說回志願軍 其實志願軍就是50年代 當時 參加韓戰的時候 已經出現了 1950年6月25日爆發韓戰 其實當時 北韓軍隊侵略 而中共宣稱的抗美援朝 實際上是幫助這個金家 北韓軍隊侵略南韓 南韓向聯合國求助 所以 聯合國是派部隊來 決戰的 即是說中共 是侵略者 跟現在的俄羅斯一模一樣 都是侵略者 如果中共 這次如果真的有心幫助俄羅斯的話 應該就是 抗烏 活俄 抗擊烏克蘭的抵抗 因為現在烏克蘭是被人侵略的 其實 我想跟大家做個比喻 1937年 當時日軍侵略中國的時候 如果有一隊軍隊 打著抗中 換日 抗擊你們的中國侵略者 就要援助日本人 這個意思是一模一樣的 現在你們是侵略者 你當時派出的志願軍 其實是侵略者 幫助這個 北韓的金氏王朝 侵略南方政權 當然南方也是一個軍政府 也不是甚麼好人 但是這個 也不是 我們要跟大家 說回歷史真相 當時其實中共為甚麼會參戰呢 就是因為有過百萬的國軍投降 而老毛 打算 將他送上前線 其實就消滅了一個最大的隱患 送一班人做炮灰 死了這班人 也不要緊 當時其實 他是打算派林彪去的 林彪一聽到要跟美軍打仗 你是不是傻了啊 打美軍 當然是不可能 林彪知道他打不贏 所以 就說病啊 蘇聯養病啊 即時就躲起來 然後 找到一個彭德懷 揹著這隻王 彭德懷打這場仗 不僅是揹著這隻王 還把老毛的太子 送上西天 送去馬克思 事後大家都知道 中共損失慘重 然後 北韓的軍隊要退回三八線 其實是打敗仗 而當時 中國的軍隊 又不夠三雀 又不夠食物 還要吃一些凍了的薯仔 基本上那些不是人吃的 根本咬不到 那些是騙人的 是吃不到的 那些凍土豆 其實是 結了冰的薯仔 沒有可能吃得到的 大陸的小粉紅拿出來咬一咬 崩了四隻牙 好了 現在這場仗 這班 中東恐怖分子 敘利亞這些僱傭兵 很大機會就是佈這些自然溫後塵 成為 戰場上的一班 炮灰 所以我們也希望中國有軍隊 有小粉紅去參戰 將一班炮灰送到戰場 讓你們見識一下甚麼是戰爭的殘酷 讓你每天都說要殺人 每天都說要侵略 每天都說要武統台灣 給你一個機會 報後武裝保衛蘇聯 現在你們的祖國蘇聯很差 讓你們保護 是不是 說回當年1931年 黃明打出武裝保衛祖國蘇聯 這個是赤裸裸的漢奸 現在的中共其實就是漢奸政權的延續 就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這個漢奸的延續 大家想想 一個漢奸政權 蝕國成功 等於當年 黃巢 黃巾 李志誠 甚至乎百年教 當了皇帝 然後 當然是和國央民 對不對 武裝保衛祖國蘇聯的事件 是因為 1929年的中東路事件爆發 所以 其實應該是1929年 並不是1931年 1931年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才成立 其實就是 中共的軍方 劉伯承 葉劍英這些都是漢奸來的 響應武裝保衛蘇聯的號召 參加國際義勇軍 劉伯承 當時還去過蘇聯的 福隆之大學 軍事學院 去讀書 當時他受傷了 被人送去讀書 提出這些漢奸口號 當時的前領導人陳獨秀 也對中共批評 他說 在這時候 宣傳擁護蘇聯 對中國 是很不利的 最後 陳獨秀就被人開除出黨 他是中共的創黨主席 這個真的很好笑 所以 這群漢奸 大家都知道 他們這次會不會去武裝保衛蘇聯呢 當然不會啦 用一把嘴巴 全部都是不會的 一群 只會在網上叫囂的垃圾 這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我們也會看到 這群來自敘利亞中東的恐怖分子 估計都是會全部 成為炮灰的 這節先說到這裡 拜拜